好 現在開始我們要說一些常見的能源 第一個我們要教的是煤 這個應該在地裡或生物教過的 古代的植物 地殼變動煤埋在土裡面 然後呢經過一些作用 就會變成煤炭 高溫高壓 然後呢 全然環境下巴巴巴做成燙化 然後呢 煤石油天然氣 都是古代生物的遺骸所造成的 我們把它視為化石的一種變形 所以把它叫做化石燃料 所以煤石油天然氣都稱為所謂的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或者是叫做化石能源 就是一個名詞而已 然後煤裡面主要就是碳 除了碳之後還有一些不拉不拉的東西 碳 固定它就是碳 灰發分就是一些會灰發出來的東西 大部分都可燃 水分 流分 灰分就是一些燒不掉的 燒不掉的東西 所以一個煤的好壞 就看誰的固定碳的成分 或灰發分的成分越多 就把它越多可以燒 就是越好的煤 那如果說什麼那種灰分多 水分多 流分多的就是比較不好的煤 我們就有一個分類 就有個圖表 當然完全不用背 你大家只要知道呢 泥煤跟河煤是比較差的煤礦 然後呢 無焉煤是比較好的煤礦 就可以了 台灣的煤呢 那個品質不算太好 不算太好 那無焉煤比較好 就再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煤呢 主要就是來發電 燒啦 就是燒了 然後拿來燒 燒完之後可以拿來做火力發電之用 但是火力發電除了燒煤之外 也可以燒粽油 也可以燒天然氣 我們後面會提一下 會提到它燒煤 你把它煤拿來 最後就把它來燒 但是呢 煤也可以拿來乾溜 乾溜完的產物可以先用途 這個煤焦 我們上學已經焦過了 焦碳來練鋼鐵用的 然後還有一個煤焦油當然會提到 那裡面有很多的化學的物質 所以可以用來提煤 煤製化學藥物 那我們這邊提到一個乾溜 所以我們就要停車戰界問 請問你 什麼叫做乾溜 這個我們以前學過 我們以前學過 什麼叫做乾溜 我們有得到什麼東西 我們有得到什麼東西 我們講過的東西有兩三樣 你跟我講一兩樣出來 講兩樣出來 講兩樣出來 我們乾溜得到什麼東西 跟我講兩樣出來 OK 我們乾溜了什麼 得到了什麼東西 乾溜了什麼 得到了什麼東西 OK 我們 找一個可愛小女生有嗎 你們班沒有 18號 9號 9號 我們 乾溜什麼東西 得到什麼玩意兒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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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初學的是 木材的乾溜 有固態 液態 氣態 當時的重點叫做氣態 基本上怎樣 可燃 然後留下黑黑什麼東西 木炭 木炭 好 最後一個問題 為什麼那個木頭 要用乾溜的方法處理 不就是直接加熱就好了嗎 為什麼要用乾溜呢 為何要用乾溜呢 那是為了什麼原因 我們要採取乾溜的方法呢 三一 三一 我們為什麼要用乾溜呢 為什麼要隔絕氧氣呢 才知道裡面的產物 你 你 你沒有講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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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氧會怎樣 燒掉 油氧就會燒掉 燒掉 木材可燃 燃點不高 如果你不隔絕 空壓就直接怎樣 燒掉 那就沒有得到它的分解的產物了 所以我們要乾溜 可燃的就要乾溜 那煤是不是也可燃 所以煤要怎樣 乾溜 要分解就需要乾溜 然後煤就乾溜 放在密閉的鏈膠裡面乾溜 然後會得到這些產物 一樣有固態液態跟氣態 氣體 氫氣 液氧化碳跟甲碗 這就是以前古時候所說的煤氣的成分 煤氣 由煤弄出來的氣叫做煤氣 有氫氣跟液氧化碳 你就知道煤氣有毒 為什麼 液氧化碳有毒 液氧化碳有毒 OK 就有氣體產物 這都可以燒 全部都可以燒 所以煤氣可以拿來燒 還有一些別的東西 液氧化碳 液氧化碳 煤膠油 跟那個木材也是膠油記得嗎 木材剛才也有膠油對不對 叫煤膠油 它也是很多化學物品所產生的混合物 所以可以集中去煉製我們的化學藥品 故事產物 木材乾溜 草物就是誰 木炭 這個材料就是誰 煤炭 煤焦 煤焦 或者叫焦炭 主要什麼也是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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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焦炭 這是我們上學期講煉鋼的時候 煉鐵的時候講過的 我們裡面加焦炭 我們加煤焦 然後來當做還原劑 當做燃料 讓它燒 讓它整天高熱 就是它煉鋼的用途 這就是 故它依賴下 也是把它背一下 背一下 有什麼什麼什麼 背背就可以了 就是乾溜的產物 OK 要把它記得 有哪些固炭、液炭、氣炭 好 把它記住就可以了 燒完就是炭正常燒出來就是二氧化炭 除非是氧氣部才會變成液氧化炭 然後但是它裡面還有一些雜質的成分 比如說有硫分就會燒出二氧化硫 硫氧化物 或者是一些什麼氮氧化或一些雜質 然後一些剛才講過的灰分燒不掉的 無機物的成分 就會變成非灰 那倒會造成一些問題 當初呢有人去抗議 新達火力發電廠 抗議他就收集了一罐他的非灰 就直接撥在桌上 這都是你給我們的髒東西 就這樣子非灰 會造成烏冤髒髒 會提到他 非灰燒不完的東西 OK 那這些東西呢 如果你是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它本身就是空氣污染物質 那它溶於水之後會形成酸雨 我們在地球科學課會再交一次 然後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剛才講那一燒不完的那些渣渣呢 渣渣就會是非灰是懸浮為例 飄在空就會造成所謂的烏煙瘴氣 天空會灰蒙蒙的 然後很多的小小的細細的髒東西 那麼燕煤要生煤 燒完之後有很多這樣的空氣污染 不適合當燃料 那可是以前大陸常常用它來當燃料 所以大陸的空氣污染非常的嚴重 非常的嚴重 現在雖然比較少了 可是它空氣污染還是很嚴重 還是很尊重 OK 就是這個知道一下 這個我們會在交到酸雨 然後煤的評價 沒有優點好處 便宜 便宜 而且安全性很高 像河德巴蒂就比較危險 它安全性高 可是它也有一些缺點問題 它開採很困難 有些地方煤還很容易採 就是直接挖就有 台灣的煤礦都要升到地下去採 很危險 會有落盤啊什麼之類的 灘邦這種事情 然後呢 我們 我小時候 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發生過兩次重大的煤礦災變 海山煤礦跟煤山煤礦災變 然後死了很多人之後 從此之後台灣的產煤就停止了 就不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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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儲存一度不變 因為很大啊 煤礦很佔空間啊 然後所以要儲存什麼就很麻煩啊 壓縮 然後呢 會有空氣污染啊 剛剛講過嘛 那個流氧化物啊什麼之類的 有空氣污染的問題啊 然後呢 二氧化碳燒出來會經常什麼效果啊 我們教過啊 二氧化碳出來會增強什麼東西啊 有一件事情 看你要怎麼回答我都可以啦 可以有兩種講法 二號 八號 二氧化碳會增強什麼 二氧化碳 增強什麼事情 溫室效應 請坐 二氧化碳會增強 溫室效應 然後會使全球暖化的程度會變強 OK 就是評價 就是以上就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沒的狀況 OK嗎 OK